三年回国2022年一起重大的命案 地点是发生在台北市万华 一名25岁的邓姓女华侨 因为越来台湾生活 决定在这里打工 她呢也在万华地区乘坐了套房 却没有想到最后 居然是遭同层的男室友分尸杀害 整个案件随着凶险的死亡 动机沉迷 而当时他们乘坐的套房呢 因为地点很方便也很热闹 目前人在出租当中 因为凶险死亡之后 也没有人晓得 当时暗杀他的第一地点 到底是在哪里 也因此大家对于凶宅的印象 渐渐淡忘 我们回到2020年1月6号 案发当时 当信女子呢 因为没有去打工 她的同事马上联系她的表哥 表哥便寻不着 因此到了派出所来报失踪 情友们呢 也陆续在网路上发文协讯 到底女子去了哪里 警方第一时间是赶到了现场 就这么巧 在门口遇到了林姓凶贤 凶贤非常的冷静 她跟警方说 我看过这个女子 但是呢不认识 也不会知道她去了哪里 警方毫无所过 离开现场 知道掉出了监视器画面 事情严重了 因为5号女孩子 打工回到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 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那到底去了哪里 甚至有邻居说 她当时在6号之后 曾经闻到非常浓厚的消毒水 以及杀手机的味道 今天就是很浓的 那个杀手机的味道 她没有叫去做笔录 因为他们第二天 警察就每一个房间开了收 都没收到东西 没有证据 她就把她放回去 原警以1比1的时间来调阅监视器 找半女子却发现这名灵性男子 涉嫌重大 明明他就在租屋桌的门口出现 但他多次不从那边进出 6号之后曾经攀爬到了顶楼 从后洞的大门离开 怀疑他设有众仙 因此将他带回了派出所约谈 约谈了三个小时 但整个案件毫无进展 只能放他离开 这一方等于给了林姓男子 一个逃亡的机会 甚至让他能够制造出 被害人疑似存活的迹象 因为他靠着一只手机 将远警刷得团团转 林姓兄先顾步一阵 他把被害人的手机 随便放到一辆车上 让这个手机跟着这辆车到处跑 也因此当时 邓姓女子的手机的GPS 一下出现在台北市 一下又出现在新北市 虽然最后警方是在新北市中 和找到了这只手机 不过这个地方 根本不是邓姓女子的生活圈 也让整个案情一度陷入胶着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有了重大的突破 邓姓女子的状况 无法出现了1比1万多元的提点记录 警方是赶快打坏脚步 去把这个监视器画面给掉出来 发现说这个提点的人 怎么会是林姓男子 因此更加确定 这个林姓男子 跟邓姓女子的失踪 是有密切的关联 也因此台北市警方 是紧急在8号发布了通缉令 并且公布这名林姓男子的长相 就在同时间 警方也发现说 其实6号之后 林姓兄前曾经租了一辆小客车 载了很多的纸箱以及塑胶带 就开着这辆车 一路往了基隆的山区 警方不排除 他有可能是要趁机气虚 因此家派非常多人到基隆山区 大规模搜山 虽然最后是真的找到了 邓姓女子的实体 不过实体不完全也没有凶刀 而林姓男子也下落不明 警方调出林姓男子过去的记录 发现说他曾经犯假切到前科 甚至就在案发之前 曾经与人发生车祸 当时被人索讨10万多元的赔偿金 他根本付不出来 而就在警方缩小范围 在基隆地区找到了林姓男子的踪影 不过就发现林姓男子闯入了民宅 在里头亲身 也瞬间让这个顶楼加盖成为了凶宅 这名林姓男子的死亡 不止让邓姓女子的整个命案 留下了一团一夜 甚至说让万华这个租屋住 以及基隆这个民宅都成了凶宅 屋主对他们求上无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